翡翠的三大真相告诉大家 说缅甸人为什么不自己切翡翠卖呢 如果不是同样多年的人告诉你啊 外行人可能永远都会被蒙在鼓里的 现在我必须花一分钟的时间 把这翡翠的三大真相告诉大家 首先第一 缅甸的翡翠矿都是被军阀或有实力的商人承包的 外面的人进去都是需要证件的 其次外国人是不能进去的 如果你想去缅甸挖翡翠 那翡翠没挖到 子弹倒是挺多的 第二 赌食一夜暴富不是没有 但是概率很少 基本不大 像我爸之前和他的朋友一块合股买过一个赌食 上百万的料子 但是已经被我爸的朋友切涨后收藏起来了 可以给大家欣赏一下 这是当时切涨了后的照片 像父辈做了半辈子的翡翠 能遇到这样的料子也是非常难求的 玩赌食一夜暴富的激励呢 基本上是和玩彩票中500万大奖的概率是一样的 第三 市场上你可以接触到的赌食呢 都是些公斤料 有机会切涨的料子啊 只有通过专业的渠道 在他们的圈里已经流转了 好多石头在缅甸矿区挖出来 已经经过标准化专业工序了 让有经验的老师傅啊 已经筛了一遍又一遍 该切的切 该擦的擦 切涨的都被送到公盘 让翡翠行家投标做货了 擦的也通过专业的渠道 流到了行家手里 能让大家买到的 都是些矿沙里拿出来的砖头料 公斤料 二十多年前那样的料子 是没有人要的 缅甸才是翡翠的源头市场 在那里买翡翠成品 才是最便宜的 其实这样的认知呢 有部分是错误的 因为在缅甸没有成熟的加工工艺 缅甸的单面还可以 但是让他们做雕刻 做挂件 做手镯 那真的是太为难了 所有缅甸市场的产品 大部分都是通过国内加工 然后再淘灯过去卖的 所以缅甸买翡翠能简陋 那就要看买的是什么料呢 关注军军 多看多学 入手回萃 不迷路